去年Me Too,我也是受害者,反性骚扰运动影响南韩,许多受害者勇敢站出来。 知名南韩诗人监导演李润泽被17名女子指控性侵,检方以其中9起案件起诉,她于19日被判6年有期徒刑。 今年2月开始,66岁的李润泽被多名艺人及剧团成员指控,于2010年时以训练课程为名义,对学员施以性侵及性暴力,其中数名受害者甚至因此怀孕,同月他公开道歉。 一约南韩警方声请逮捕李润泽,他承认部分性骚扰指控,但否认性侵,此时南韩前中青南道之事安息政因涉嫌性亲密属金智恩,原本看好的仕途中断,他辞去之事。 检方今年7月对他求刑4年,上约一审或判无罪。 南韩诗人监导演李润泽因性骚扰罪名被判刑6年。 屈自南韩前风暴,分享。